各位国人同胞 网络上收看的朋友 大家好 因为变种病毒 袭击全球 本土疫情在起 全国进入三级警戒 我要代表政府 感谢全体防疫人员的 帮忙 国人同胞的努力 让我们的疫情 得到初步的控制 确诊人数 没有成等比级数的扩散 但是 这段期间 我们不但有民众 失去宝贵的生命 更有许多在第一线的 防疫人员 染疫 生病 甚至于被病患攻击而 受伤 我们痛心之以 更要继续教训 不断地修正脚步 来减少汉事的发生 投注资源 来照顾生病和受伤的人 现在国内还在疫情中 国际的疫情依然险峻 行政院决定 对于民众和产业 受到的冲击 启动 启动 纾困 4.0 今天 我们之所以 有足够的资源 来启动 纾困 都要归功于 去年 一整年 我们国家的防疫成果 当全世界的经济衰退时 我们逆势 拥有傲人的经济成长 在全世界 为了防疫物资 而环劳时 我们准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 今天 我们才有本钱对抗疫情 也才有能力 展开 新一波的纾困 由于 这次的疫情 来得又快又急 也影响了许多家庭 和行业 行政院 决定 依照去年的标准 进行相关紓困外 特别针对250万个国小孩童和国高中五专身心障碍学生的家庭 从下下礼拜二 6月15号开始 每位孩童 加花一万元 的家 孩童家庭 防疫 6月15号开始 每位孩童 加花一万元 的家 孩童家庭 防疫补贴 另外 这次 自营业者的纾困 也从过去 只有 土保金额 在两万四千元以下的民众 才能领取三万元 特别 在今年 另外 增加土保金额 超过两万四千元的民众 也可以领取一万元 也就是 排户后 所有的自营业者 都能得到政府的纾困 光这两类民众 共聚 就增加了三百多万人受贿 行政院 希望在有限的资源里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行政院 为了方便民众 避免群聚 也为了减少地方政府的负担 在今天的行政院会决定 只要是去年申请过 有存折资料 今年合乎资格的民众 从明天六月四日起 行政院 就会直接拨款 会入您的账户 也请大家 多用 网路银行刷折 不要急着去柜台 刷本子 去年 没有申请的民众 行政院各部会 也会在下个星期一 六月七号起 提供 线上申请书 给大家申请 请不用到林柜办理 这些作业 接下来各部会 会向 大家报告 各位国人同胞 在这样困难的时刻 唯有全国上下一心 做好防疫 才能守住疫情 发展经济 大家 期待的疫苗 也会 一波 一波 一批 一批的陆续抵达 我们很感谢 想要积极帮忙的企业和民间团体 政府会全力协助跟合作 尝试用多元的管道 希望获取更多额外的疫苗 大家知道 世界各国疫情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 除了疫苗 更重要的 还是要确实做好防疫 对抗病毒 才能让我们早日 恢复正常生活 请大家一起努力 让全世界 再一次看到台湾人 高贵的秦超 和举国上下 团结努力 和任性 让我们一起加油 天佑台湾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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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